在2016年的时候 高雄美农发生了地震 然而 不知正阳所在地的台南 却面临了更严重的伤亡 为什么在那次地震中 台南的灾情会比高雄还要严重呢 其实 这个现象跟长指效应有关 当地震波从坚硬的盐盘 进入松软的土层时 长指效应就会发生 长指效应会导致地震波的震幅增大 让震度变得更大 震动的时间也会维持得更久 让我们用一个小实验 来示范长指效应是什么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布丁 当作松软的土层 当我们摇晃桌子 可以发现布丁的表面摇晃的特别大力 摇晃的时间也会比较久 同理房子如果建在软土层上面 地震来临时就会摇晃得更厉害 也更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 这就是长指效应 所以当我们选择住家的时候 要注意选择使用新法规的房子 这些房子有考量安全结构设计 在地震来的时候 可以降低晃动造成的破坏 另外我们也可以仔细观察看看自己的家 如果我们发现家里的墙壁有大裂缝 梁柱出现明显的裂纹 或是房屋倾斜的状况 应该申请老屋建检 请专家评估家里的耐震能力 注意听咯 耐震的能力等级是这样分级的 专家们会根据检测的结果提出补偿报告 每项补偿的方案会有预估的金额 以及补偿后的耐震强度预估值 今天我们学习到什么是长指效应 以及如何让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的安全 大家回家要记得好好的观察自己住的地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